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说台湾是国家名称最多的一个国家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们再检讨回来的话 台湾内部当然国家观念也很错乱 来 保持你贴然感分析姐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一个国家的构成 要有内部要件跟所谓外部承认 就是发展出所谓国际关系 台湾人都是很可怜的 只有二十几个国家有绑架 自己又自己不一致 你现在说到台湾有人说 有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台湾是不是国家 甚至台湾人到底要叫什么 要各说各话 那回到也不是说我们本位主义 你回到一个什么教育的角度 当然就是历史教育非常重要 我们传统的这个历史教育 它因为长期都不教台湾 我记得一下 我们台湾在解除戒严后的第十年 我们国中才交认识台湾 然后等于算整个家庭 要等于戒严后快要接近二十年 就是2006年进入高中的高一的学生 才会读到一整本的台湾历史 所以如果你对台湾的过去不了解 对它的现况不了解 你说对一个地方不了解 对一个国家不了解 你没有认识 没有认识 你就要去认同 那简直很困难嘛 所以认同的基础是在认识跟认识 那那教育就没这样去感 所以再来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对台湾有了解 同样因为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又纠葛在一起 那你又没有办法让台湾的人 很清楚的去理解 对岸这个国家 到底在文化上跟我们什么样的关联 或现状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这款的教育提供的是 让大多数人不认识台湾 结果也不认同台湾 对传统的中国是误解 都要理由他说 他是什么爱好和平 什么文化很美化 文化悠久 博大 其实不是 你刚才说他爱好和平 刚才突然之后要给他打尾团 然后对现代的中国 到底怎么演变 你不了解 因为过去都说 匪情研究 所以到底当代的中国 1940年之后 这样一个中华人民共国的 整个的环境 或者是说 他的人民 他的历史 到底证据是怎么演变 当然都不知道 所以造成对台湾不了解 对中国不了解 这很大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你的国家观念 或者你的身份认同 你的identity就非常混乱 我举个例子 我在学校上课 我每一个学期一开始 大一新生 上我的历史课 我都会给他们做一个测验 这个测验是要测验 他们的identity 也认同 我第一个问 几个题目这样问 第一个问 中国的首都在哪里 这个问题大家都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这经过我们学生有五种 五种 有北京 北平 就称南京 台北 还有其他上位确定的 有没有 这些地方全世界台湾 北京是中国中国 第一个 第二条 问他说 我国人口有多少 我故意用我国 除非他是外籍医生 不然然后我国 他是带台湾的孩子 结果这两种 这个题目呢 这个答案有两种 一种是两千三百万 两千多万 另外有一种是十几亿 我国人口有十几亿 那一个国家的学生 对自己的国家的 population 的人口 有那么大差异 但是差异也是差异 尾数而已 你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对自己的国家人口 他一定都很知道 可是我们会差这么多 这是后面国家认同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我问他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吗 这个 很多人 一半以上说 是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再问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部分吗 大部分都说不是 当然 然后这里面 我去做交叉分析 你要做交叉分析 你会发言说 你认为说 中国的首都 有些北京吗 北京的话 以北京为首都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你又说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可是你又说 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你不是说 中国首都 在北京 北京的首都 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那你一方面 台湾又是中国一部分 一方面台湾又不是中国一部分 然后你的人口 又写十几亿 国国人民又十几亿 你这里面 我们就发现说 它的逻辑统整性 已经乱掉了 你如果有 统派立场 还是独派立场 你会很清楚 写出来就很清楚 你就发现说 你这条的答案跟他统派 这条的答案你跟他独派 为什么 你错乱啊 你的国家跟你也错乱 你的生活你也错乱 我还问很多 问很多 但是抽这几条来看 你就知道说 我们的 台湾的小孩子 很错乱 这个在全世界各国 不会这样 所以我回应一下 这个 难怪说 陆委会对台湾的 identity调查 有时候台湾分几种 一个说 认为你是台湾人 一个说 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第三个是是中国人 也是台湾人 第五个是 是中国人 听说还有一样是 以上都不选的 听说那个也有 哎呦 所以我已经很烦了啦 对对 我就是世界公民 你可能是他护照很多本 对啊 对啊 他就会有 你如果去跟美国人问 你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 没人会说 我是 我是美国人 又是英国人 不会这样嘛 人家问你 是什么人 是你什么国籍嘛 我们竟然会说 我是台湾人 又是中国人 你不是双重国籍 对吧 但是这个问题 不能怪小孩子的 因为他长期是受这种教育 对 受教育又受媒体 长期的影响 媒体又是这样 媒体也是配合政治嘛 对不对 现在虽然是政治主政者 改变了 可是媒体还是以前 那个媒体延续下来 对对对 所以他还是跳不出 那样的一种意识形态 对对对对 所以我的基睫 如果讲到美容 只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对 像现在媒体里面 很多那些艺人 因为为了这种市场问题 当然他们是台湾 亚洲 甚至中国也是他的市场考量 很多艺人都说 他要去内地演唱 对 你把他当作内地 台湾人和别人 日本人来的时候 内地也会变成日本 中国来的 变成日本国大陆 对啊 你自己没有你自己的内地 真是奇怪 没有主体性 所以你没有主体性 说到这里 其实整个大环境都这样嘛 譬如说你们说到够了 今天很多学校 我们台湾人民的纪念 那些钱 盖的学校在新竹 不叫新竹大学 就是清华大学 或者叫交通大学 在浦里的大学 不叫浦里大学 就是济南大学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在中医的大学 不叫中医大学 就是中央大学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大学 就有这些台湾嘛 中国本来有这些台湾嘛 所以这里在副校嘛 所以你是副佣啊 副校就副佣 你没有自己的 你为什么我不自己 不能用我自己的名字 这个东西 然后空军 空军军歌 工业飞越昆仑山 什么什么什么 永固中华魂 你的部队或者陆军 是号称什么 防腐建计 你人民的血汗血 为什么你的陆军 是变成防腐建计 你的台湾主体在哪里 你没有 所以这个case都是全世界 很少看到的case 因为你有这样的 失去你自己的主体性 你要建立正常的国家 很困难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继续收看 台湾史 望春风 台湾正名一百 台湾是一个主群国家 有实体却没有主体 唯有证明 才能确立台湾的主体性 整合各族群的起义 成为一个正常而健康的国家 台湾正名一百 技术中 所提出的一百组正名 强化了正确的国家认同 形塑出崭新的文化思维 将正名运动的范围 拓展得更深更远 台湾正名一百 等于告诉我们 用一百种方法 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名字 正名运动不只是政府的事 也是每一个台湾人的事 只有全体人民共同支持 即推动台湾正名 展现国民意识的愿景 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 分析 人民共同